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 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 吃了就睡醒了再吃钱过一年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 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 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天 边有钱 边有钱 做成人 美女也不忘记时间 边有钱 边有钱 然后不过千许说去钱不是一切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拍照 然后我 但是我今天想拍一个 想表达什么感觉 人比划教 人比划教 什么 我不信毕晨会说出这样的 黄飞鸿你变了 飞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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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黄飞鸿还是小仙女 其实老季非常会拍照 我经常可以看到他给那个亲子拍的照片 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对 但是我其实是每次拍张拍照 我都拍了一百张 我选出一两张 对 但是就是有耐心嘛 对不对 对 而且他给你拍的也很好 你要不要咬的这个 我会不会吓着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可以了 谢谢 我防守 他防守你进攻 好 来两位 再坐近一点 坐舒服一点啊 来 准备 开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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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结束了 比赛 比赛结束 张兴诚太强了吧 对对对 没有 老季是很厉害的 对啊 你是没准备啊 没有 因为防守确实比较难 不是 因为我这个脚脚挺长 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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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那个 他就是腿 脚 容易开 哦 哈哈哈